HELLO 大家好 我是汉姆滑的拉文宰款 King of Arena 競技場之王 好 給他讀取 夾雜一下 Loading一下 這種畫風有點像那個什麼劍與怨真 英文的 音樂的話 先跟著他做吧 待會再看看有沒有中文 卡莉亞喔 我不會念 卡莉亞 然後 抽英雄 這個三星的雜魚吧 好 戰鬥 附陣一下 對啊 真的很像劍與怨真那種風格 喔 不調整了嗎 沒拉好 好 有一個屬性克制 4個屬性 這種循環克制 然後這邊是 可能是光暗呼客那一種的 還算好聽 但是我們老樣子 小心一點 不然吃版權硬我也沒辦法 只能用雜七雜八的音樂蓋掉 然後就變得很吵 這樣他就不會判斷是版權硬 這邊要幹嘛 分解喔 真的耶 你看嗎 那個一星的英雄 直接被分解了 就是有一天你被召喚到那個遊戲的世界裡面去 結果你是一個一星的村民 你的命運就是準備要被分解 為了不被分解吃掉 你就拼命的訓練 拼命的戰鬥 想辦法獲得主人的青睞 玩家的青睞 我講的是一部漫畫的故事 叫Pick Me Up 蠻好看的 真的蠻好看的 韓國漫畫 好 繼續 都不知道在點什麼啦 但是就跟著點嘛 這每日 每日任務 然後這邊是check in 就是去住飯店的時候要check in 要登錄一下 check in check out 好 繼續召喚 5R5 這是什麼 什麼英雄啊 你好歹告訴我他名字一下 沒名字 好 可以打ID 1489 應該是不能打中文吧 不能 真的不能 欸 有欸 可以啦 等一下搞不好可以設定一下 這邊有那個account的 那個我們的information 可以去連動帳號吧 連動Facebook Google 跟信箱 然後language應該有語言吧 為什麼沒有中文咧 有日本語啦 還有英文 那你這樣有什麼意義啊 在我們play商店下載來到 沒人要玩 只有我會來試玩而已 一樣就首頁看到就下載來玩 但是他好像就 更新日期也不是最近的 也許他那個資訊沒有更新吧 這個 換個女生 這個關掉音樂音效 語言 剛看了吧 news好像也沒東西耶 大聲一點點好了 感覺應該沒半全音 通行證吧 你看到PSS什麼的就是通行證 4-89 好 很可惜 這個是收儲啊 收儲 可以拿到這些獎勵 這裡 還沒開 然後這邊是 超級禮包啊 超級禮包 真的蠻好聽的 這種好聽的音樂都有版權 這是會隨著等級開的一些玩法吧 還沒看 然後我們的Hero 這是剛剛抽到的 Beast Master 野獸大師 我亂翻的 直接升到13級去 還沒支援 精靈弓箭手 精靈Asashi 精靈刺客 這個我也不知道 believer 信奉者 相信者 然後這是什麼 Beast 野獸什麼的 看一下來猜一下 Infantry Infantry 步兵的意思 就獸人步兵 野獸步兵 然後這是他的那個裝備 gear 好其他的 這是他的故事吧 是不是 還沒開喔 不知道我亂講的 我們沒多少裝備啊 我們繼續去戰鬥一下 我的方式收益 好 楊一下楊一下 他可以直接升 升到沒支援 這樣比較快 然後這邊是圖鑑 這種就是2D的直騙人啊 比較偏直騙人 這個XXX熊 這要去查單字啊 等未來那個發明那個 也沒有發明現在就有了 就是可以即時幫你翻譯了 AI翻譯 你就戴上眼鏡 眼鏡之後他就幫你翻譯了 不然就辛苦一點用手機啊 手機都有翻譯功的 好 配置一下 然後這邊應該是 有一些神器吧 還沒有開 我猜啦這個東西 這是那個 戰影吧還是什麼的 你還沒開 這根本就劍與遠征啊 怎麼這麼抄襲的這麼嚴重啊 劍與遠征有2啊 之前都有一些測試服啊 國際服啊 我好像只有玩 我玩了一兩次了啦 結果後來就沒去玩 好回合制 嗯 劍與遠征應該是即時戰鬥吧 好像不是回合制 那個我只有玩一次而已 從頭到尾就玩一次 那時候算是 比較早期的那種卡牌 這種玩法的卡牌 所以比較紅 然後那時候影片隨便放 都好幾千個人看 就很不錯啊 那時候 最美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已經是 要離開這個 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好我們剛被暈眩了 我們刺客怎麼賺前排啊 刺客應該站後排齁 那個站位要調整一下 好我們來練一下這個小小的獸人 那這個就沒有經驗值啊 那還不用寶石耶 那裝備的部分 應該有刷到一些了吧 自動裝備 然後卸載 然後這邊有那個 reward 那是線上的獎勵啊 但是你點了之後他才會開始 才會開始到祭司的樣子 好一樣通行證還沒開 有剛剛的東西啊 那這次我們目前還在這個 Uncle Uncle什麼的 這次 這個世界的地圖 奇幻異世界 我們這個遊戲的介紹說什麼 什麼策略幻想 這個應該還是英文翻譯過來的 所以它翻譯得爛爛的 你看看出來它是翻譯文字 這個齁 我們那個戰士應該站前排啦 這樣他才不會打到我們後排 你看看他會打正前方敵人 有沒有他會打正前方敵人 他好像都打第一隻 有沒有 不是正前方 他是從 他應該是攻擊順序是這樣打下來 然後除非他是那個AOE技能 才沒有分 或是打一直線或是一橫牌這樣 我推測啦 因為這類型遊戲都這樣 所以你那個坦克放前面 後排放輸出 出手順序好像每個人的敏捷不太一樣 我在這邊先打 然後這隻又第二個攻擊順序 然後這是第三 這是第四 出手順序好像是這樣 然後再觀察一下 我們先讓那個 我們這隻五星角先把裝備穿好 穿好穿馬 我死人了 哈姆死人了 明明可以讓我打哈姆 這個應該是日文的關係啦 日文也可以打哈姆 哈姆太良了 哈姆SK 對 這是一個倉鼠 小小倉鼠 這個好厲害喔 打全排 打全部敵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能量嘛 能量滿了就會放技能 有沒有 你看因為我們這個獸人 沒差 好每隻任務 我可以接受一下 接受一下 好 獲得了一個英雄15星 怎麼開不知道啊 怎麼開 怎麼開 找背包 背包 好一星的5片 然後這個4星的要30片 目前沒有 感覺就是一個 一個頭盔啊 可能是他的那個陣營吧 那就先上這個 你看我們這個 陣營的 都還沒有湊 我湊出3個以上 好兩倍速一下 這邊是客製關係 然後這個還沒開 然後這個還沒開 BUFF還沒開 再贏BUFF吧 敵人目前是6級啦 我還是比較強一眼 我們那個一星就死掉了 小渣渣廢物一星 這個啊小渣渣 小渣渣 我們幫他生一下 小渣渣 這種遊戲 資源應該是可以返還 不在想 但怎麼弄還不知道 因為通常不會讓你 花資源練一練角色 然後你要換角色的時候 你資源就沒了 通常都是可以返還資源 我們等一下來練刺客 他有沒有勝利的那個 輸出啊 這裡吧 就是誰承受傷害啊 然後 我們是攻擊者 這是敵人吧 然後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打最多傷害 原因很簡單 這Damage嘛 然後這治療 這個是我們的奶媽吧 原因是因為這個有一個AOE輸出啊 用爪子去打 打全體 全體敵人 而且他是五行腳啊 好已經九等 你看他們已經有buff了 他們已經有一些buff產生了 四隻這個 頭盔的 這可能是人類吧 陣營可能是分種族吧 人類啊 獸人啊 精靈啊 還有這個 魔族啊 我不知道是什麼族 還有這個神族啊 什麼的 都是這樣 惡魔啊 這邊啊 我們的這個 有啊你看這個 自然系 惡魔系 神族 Light Shadow Dark Knight 這個不知道 Human 這個不知道 三隻不知道 英文太爛了 來練一下 取消就會變成全血 把我們這隻夜精靈 給強化一下 穿一下這個 小渣渣的專備 這隻是我們的奶媽啦 OKOKOK 然後聊天師應該都國外玩家嗎 可以翻譯 有世界頻道啊 工會頻道啊 這個 要加入我 好 很可惜 沒中文 打不太動了耶 對方12級了 卡關了 準備卡關了 他們為什麼都有控制劑啊 可能那個獸人扛不住傷害 也被秒掉了 有點久喔 獸人不夠彈啊 彈不住 這個有開一個什麼 Spring Spring 什麼春天的池子 我不知道 瑪娜Spring 要抽 要轉盤 抽卡 我沒有福利 沒有福利 有點窮 做任務拿鑽石 不然就是 打關卡會拿這個角色碎片 我們已經玩到第二張了喔 二之三了喔 這個應該是我的等級啦 不是角色碎片 說錯啊 這十四級是我啊 這邊吧 先上0-0 等下拿這個30片 12分鐘後 拿這個30片 這個角色是新的 可以把我們的渣渣一星給換掉 那那個 我不太會返還資源啊 怎麼弄 可能要去找一些那個工人池 這邊你要找一下 這個是 強化武器 這邊可能是分解吧 分解他會不會還我啊 還我們資源 這邊有一些說明 規則 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我們就稍微試玩一下 好 那就先到啦 我是漢母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大家 掰掰 掰掰 然後就來幫我 كم修烈 如果開放三個 bliver 各位 讓大家不要緊張 快點 cep吃